各位 那我想要介紹的專案是叫木材追追追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關心木材進口到台灣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其實木材以原木啊 然後像人造吧 其實一個主要國家叫馬來西亞 所以這個沙勞月的Escato這個我會念 它基本上是一個東邊 馬來西亞跟西馬跟東馬是東邊的一個區域 好 所以馬來西亞是一個蠻大的這個主要羅門進口的 原木啊 人造版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起源是因為當地有一個華裔的這個 黃先生的照片中間這一位 他今年來台灣就想宣傳 就是說我們的公共採購的木材啊 或者是一般民間採購木材 應該要有建立一個有認證性的這個採購 你不能買一些非法木材 那可是那個產地的非法的事情就被你培養起來 所以消費的消費國要進行一些義務 所以我們現在在串聯就是說 黃先生跟當地的組織 然後也上一次上班的時候也遇到那個 這個這個我會唸的CNARP Project的朋友 所以他也是馬來西亞的這個CV Hacker 所以目前都在聯繫 剛剛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所以他一定會簽到馬來西亞的出口資料 這是他們的Logo 然後也跟我們進口資料都會相關 木材 那一般來說還會去算一個非法係數 就是說算出進口總量之後 我們透過一個係數 大概才知道說 一年從馬來西亞進口多少的非法木材 這個需要報告 台灣這邊也有一些文獻跟論文在去探討的事情 那進來之後 什麼廠商用 什麼行業可以用 也是會有一些公司資料或工廠資料 那這是研究 一個研究在台灣的這個 生產路徑 所以大概就是 材料進來然後加工等等 細節不談 因為我要介紹一個東西 所以那個資料視覺化 或者是對產業有相關知識的朋友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的議題 進度也還不算非常多了 最後要介紹一個東西就是 這是一個椅子 然後它是一個國際認證過的椅子 叫FSC的椅子 那各位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椅子上面它有一個小小的牌子 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透過它有一個編號 去查到說 這一隻應該是 幼木然後是從加拿大 不是 加拿州過來的 就是它有它的編號 你就可以再查到它說 它是大概怎麼樣的生產過程 或誰認證過 好,謝謝